现在的相同部队 喜欢在看观众宝洁 金正恩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不断地发射了飞弹 他不断地飞机升空 不断地在南北韩的边际 制造了一个紧张关系 大家一开始觉得 金小胖又在闹小脾气了 他又开始在闹事了 可是这一次不一样的是 过去南北韩或者北韩在闹事的时候 他就是一颗飞弹 两颗飞弹 三颗飞弹 打完就没有事了 但这两天非常怪 今天就讲了130架的战机升空 你每一架战机升空 那耗费的油料 造成的这个所谓损耗 那都不是北韩现在的能力 可以负担得了的 还有就是东亚日报讲 朝鲜也就是北韩 两天发射的导弹 就已经耗损了2416亿美元 当然北韩一年的出口额度 它两天就把你打光了 那你真的有这样的家庭 你有这样的底气 而且你这样的状况 已经发展了一段时间 所以现在美国已经发现了 北韩今天不断地闹事 不断地发射飞弹 难道有中国的支持 而中国现在因为被美国封锁 刚刚讲的 你已经把我开始关门了 你已经把我所有的兼闭信息 你已经不让我有任何的活路 甚至我们看到纽约时报的 专栏作家福里面都讲 现在全世界都有个去中国话 ABC 也就是你可以go anywhere but not China 你所以可以去任何地方 但是你就是不能去中国 如果我已经被你封锁了 习近平有可能用这样的方式 破罐破摔 我不敢表面跟你翻脸 可是我一直制造局部的冲突 制造的局部冲突之后 我就造成美国的麻烦吗 如果说现在中美的冲突 已经不是只有经济了 已经不是只有科技了 现在中国也要制造局部的冲突 来造成美国的麻烦 那台湾会深陷其中吗 四种 最近我们看到 金正恩不断地发射飞弹 不断地还传说 把炮弹送到了俄罗斯 我们本来都以为说 金小鹏就在闹笔气 可是你点出了一个重点 他不是打一天 他打了好几个月 打了好几个月以后 这个炮弹都要有钱的 大炮一响黄金万两 你怎么可以有这样的底气 所以大家想 搞了半天 现在在中美对抗里面 又出现一个新的状况 习近平故意制造局部冲突 制造局部的紧张关系 跟美国叫牌 而且最近让美国最头痛的 其实是金正恩 为什么 金正恩从9月25号 一直到10月12号的时候 他已经连续发射了 这个9次的飞弹 9次 结果他这几天 越射越夸张 我觉得11月12号的时候 他射了25枚的飞弹 结果11月3号的时候 又射了约莫斯 80几枚的飞弹 一共两天就射了 100多枚的飞弹 他不止这样 他11月4号的时候 也就是今天的时候 他180架飞机 起飞 然后男孩很紧张 他甚至还派了F-35A 来应对一个状况 你知道双边现在 有点剑拔弩张的这个局面 那你说 那就是金小胖自己在闹事 可是保险跟你讲 绝对不是金小胖在闹事 不是金正恩在闹事 他这几天 11月2号跟11月3号 这两天 他射了100多枚 你知道 一共花了多少钱 多少钱 至少可能2亿美金左右 2亿美金是什么数字 他把家底拿出来 他一年的国防预算 才40亿美金 他一天就射了2亿 你觉得他哪 他现在是国穷民困 他哪来这么多钱 在那边搞这些东西 等于说你一年的贸易出口就打光了 所以一定是 人家就说你是后面有人当你的巴库嘛 那到底是谁在当你的巴库 那当然就是习近平 我们讲到习近平的 所以习近平在闹事了 当然习近平的个性是 有仇必报 你对我强硬的时候 我绝对对你更强硬 所以就狭路相逢勇者 没有错 那为什么这样 你可以看到最近一段时间 美国的这个说法是什么 你看福里曼说 你看最近的这个重要字叫做 中国出走 美国都要从中国出走 另外一个 纽约时报的北京的这个社长 布瑞薛他说什么 他就说 美国目前一个叫ABC政策 就是Anywhere but China 虽然大家都把China排除在外 习近平看得当然非常的美颂 说你这样搞我 那我要搞你 你要全面围堵 对 你全面围堵 那我就想办法来给你制造个小麻烦 让你觉得非常麻烦 所以金正恩就是他的小麻烦 对 这时候金正恩小麻烦怎么制造呢 除了他在这个北韩这个地方 挑起南北韩还有日本的紧张之外 另外一个 你看这几天的时候 白宫说什么 白宫突然说 北韩你自己现在 送非常多武器给这个俄罗斯 保洁 请问北韩有那么多 他自己人民都不够吃 他还有办法援助俄罗斯 没有办法吗 所以显见这后面 一切的隐武者 忽自欲出 那个人就是习近平 而且我们刚才讲到的 南韩的东亚日报就是提比到 你刚才讲的 你两天发射这个导弹 你耗损是2400亿的韩元 你等一年的出口就这样打光了 所以我们就说 最近北韩的人民 已经饿到在吃乌龟的这个状况 甚至还要求说 赶快国际给他支援 可是你看 最近金正恩根本 根本是完全是发疯了一样 9月25开始射 9月25 29 10月4号 10月6号 你看在10月9号 10月12号 就到射这个问题结束 你如果我跟他讲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结束 为什么 因为10月16号要开20大 请你先不要动 20大就没有了 对20大就没有了 你看所以为什么要一直射 射完之后20大开完 他马上就开始 对 11月2号马上就射了25枚的这个飞弹 几天下午又射了100多枚 然后11月3号再射4枚 然后再射这个80多枚 那你看搞到怎样 搞到北南韩都相当紧张 日本都相当紧张 那你要统计 我就讲 光是这两天 就是一年的出口 那你还有前几天那么多 对 你少说你已经射了 非常多的这个飞弹 你哪来那么多钱 对 你哪来那么多钱 你竞争 哪来那么多底气 所以人家才说 你真的后面就是 有大人在援助你 那个当然就是习近平 好 那刚刚讲 所以柯比就特别提到说 虽然我表面上讲 北韩私下提供 大量的炮弹给俄罗斯 来投入乌克兰的战场 然后现在 他居然是什么 重点在警告中国大陆 不要越界 没错 我们知道 柯比说什么 他说最近北韩 娶到第三国 从这个北韩运出去之后 从到中东 然后到北非之后 然后就进到这个俄罗斯去 给俄罗斯非常多这个武器 然后可以来打乌克兰 我觉得完全 有点不太合逻辑 为什么 因为北韩目前为止来说 他的枪炮弹药 其实很多 还是从俄罗斯的技术来的 俄罗斯 以前北韩的技术 就是来自俄罗斯 那结果你竟然还有办法去 援助他 还生产炮弹药给他 目前北韩的生产力也是不足 他那些原物料 搞不好取得都成问题的时候 你拿来的那么多 那么多这个所谓原物料 可以送给这个俄罗斯 所以显然这个其实是不太合逻辑的 所以其实柯比还 你看他故意后面还说 多次警告中国大陆不要越界 不要越界就是 你不要给我 你或许当这种淫无者 我可以争议之眼逼一阵 但是你千万不要给我 大规模的援助 所以 现在本来以为说 台海鞋子非常紧张 就搞了半天 最紧张是南北韩 当然南北韩多紧张 保险你知道吗 事实上我们就这样 当时10月2号的时候 其实他不是射飞弹 射到这个区域嘛 来嘛 射了那么多飞弹来之后 南韩 隐其越上海之后 果然就不一样 他说好 你射到这个地方来 我马上飞出去 他飞出去之后 你看第一次 南韩的飞机居然越界 越界了 然后越界 他又用空对地的飞弹 打跟你一样的位置 所以他跟你挑衅 你发射这个空对空的飞弹 我空对地的飞弹 我发射空对地的飞弹 也去挡 所以双方向 显然是相当相当 紧张的局面 那你看原本的 这个美韩之间 在进行一个叫 联合的空中军演 叫警戒风暴 就因为这样的时候 还宣布说 我们延场的状况 所以你可以看到 现在整个南北韩的局势 现在连日本都非常紧张 为什么日本非常紧张 他发射飞弹出去的时候 其实曾经触动了 日本的J-alert 就是说日本国内 都非常紧张 包括新系线 工程线 很多线都听到说 防空警报了 有飞弹飞过来 所以日本也很紧张 所以才说 这能够搞到 让南韩和日本 美军都这么紧张 那后面当然一定是 习近平这时候 我给你塞浪一下 好好的逗逗你一下 所以讲这 我虽然说 我现在对台湾有企图 我现在等于说 对台海其实升高 可是他现在知道 把整个低岛链 全部一片风火 对我们就讲嘛 事实上现在中国的态度 也非常清楚 我跟大家讲 事实上我们就说 现在中国战狼 不是只有战狼外交 他现在要什么 战狼金融 我跟你讲 中国的这个政建会的 这个副主席方兴涵 他说什么 警告外资啊 你不要和中国和香港对赌 他直接跟你呛赌啊 那你就知道 连这个过去我们都说 金融界有必要这个样子吗 他跟你完全开战啊 那你还怎么做 你看今天的港股 跟今天的这个上阵 他给你狂拉 你要出我就给你狂拉 所以事实上 他就用这种战法 他等于是真的投注资源 跟你对干 你外资要卖 二十大之后 很多事情真的不一样吗 因为二十大之后 股市一直跌跌不休 好你这样 我跟你宣战之后 我就开始拉 所以他整个感觉 完全不一样 真的一天要 我们就刚才讲 ABC Anywhere but China 所以事实上现在整个中国 面临到非常大压力的时候 他其实不是后撤 他反而跟你干个越深 好那刚刚讲的 现在中美 真的开始 参谋高 罪博勞 没错 过去我们刚刚讲的 跟中国关系最好 是不是华尔街 华尔街很多的基金 全部投资中国 在中国赚了满盆满破 赚了很多的钱 可没有想到 现在全部都要跑掉了 中间有个非常重要的 老虎全球管理基金 这个基金很重要 他说连他都要跑了 这个老虎全球基金 其实是一个 投资中国基金 非常早期的 他早期就投资什么 新浪网 还有搜 搜狐网 还有网易 他2002年就已经投资 所以他其实是非常主要 早年在投资 中国大陆的 所以他今天就说 那我们准备要 完全投资停止 而且要出清相关的个股 所以你看 华尔街 他现在已经在慢慢的 从中国市场在撤退 那好 那你知道你跟我这样子 互相的对抗之后 习近平呢 他有传好 粮草跟你对抗 他也准备了 怎么办 他现在做的方法是什么 我们用国营企业 把大型的民营企业 把它整并起来 把你吃掉 对 你用一个字非常精准 叫吃掉 怎么吃呢 你看 我们在中国有三大电信公司 一个叫中国联通 一个叫中国移动 一个叫中国电信 那他们三家公司 最近分别给出了目标 你中国联通 你跟腾讯 达成个合作协议 你中国移动 你跟京东达成一个协议 那那个中国电信 跟阿里巴巴达成一个协议 也就是说 双方互相来合作 对 那你想也知道 那不就把腾讯 京东 阿里巴巴给吃了吗 而且三大电信公司 把你吃掉之后 结合这个所有的东西 我有这个电信的网络 我还有这个平台可以弄 所以这三大公司 一旦都被我吃掉 哇 我真的完全掌控一切 所以我才说嘛 在这样的氛围之下 习近平又想一个方法 就是我塞狼金正恩 然后让亚洲情势 更加混乱 好 听会 一开始看到了 金小胖试射飞弹 想你又来了 你又在闹事 你又想说 让大家注意到你了 你又在创造 你的谈判筹码了 可是怪的是 过去试射飞弹 一枚两枚三枚 最多三枚就没有了 可是这次不一样 这次刚刚讲 我从九月 从九月开始 我就开始试射飞弹 九月二十五号试射飞弹 二十八二十九 十月四号 十月六号 一直到什么 一直到十月十二号 他的二十大要召开之间 我就停了 停了以后 这两天 十一月二号 十一月三号 十一月四号 他们讲两天的时间 就把你一年的出口盒 全部打掉 所以 那个不是意气用事 那也不是在闹事 那是摆明的 我就知道造成 整个区域的不稳定 造成区域不稳定 这个时候国际战面 占家才发现不对了 你不是自己在搞 你是习近平在闹事了 对 这个金正恩到底有那么大的底气 那为什么要射那么多飞弹 这飞弹都是要钱的 刚刚有提到 他那个射的飞弹的这个价格 这个金钱呢 等于是他一年 这个从中国大陆进口 这个粮食的这个总数额 你不拿这个钱来救百姓 你拿那个钱来射飞弹 那代表什么意思呢 一定有底气 什么叫底气呢 射完之后呢 有人自动会付费 那有人会付费 那代表什么 后面有人在支持 为什么讲 因为一开始九月底 在试射飞弹的时候 比较没有人在注意到 金小胖的动作 因为那时候大家觉得说 反正你要跟美国叫价 又在闹事了 对 那所以你要逼美国上谈判桌 那时候美国也不太想理他 但是没想到越射越疯狂 一直到了 当然二十大他暂停了 给中国面子 等到十一月初的时候 又开始这样的 这个爆发性的试射 所以这个事情代表说 什么意思呢 他一定背后有他的阴谋存在 什么阴谋存在 如果你在配合什么 前几天新闻就是说 北韩他提供相关的 这个飞弹给俄罗斯 然后透过 这个北非 然后转过去 如果这种新闻是真的 假设如果他是真的话 那代表什么意思呢 这中国在背后扮演一个 非常重要角色嘛 所以不是北韩给的 如果你再回推一个时间来讲的话 十月二十三号 当常委确定的时候 二十四号不是美国公布 什么火箭军的 火箭军位置 然后接下来一连串的 包含国家安全会议的报告 然后包含这个国防部的报告 然后拜登出来讲话 奥斯汀出来讲话 舒立文出来讲话 布林肯出来讲话 他全部都在搞什么 都搞习近平嘛 接下来换习近平 要搞美国啦 你看富士康的事情 富士康本来就是 本来是压时间没有错 但是现在压 真的在搞富士康啊 不是 现在在搞苹果 要搞苹果 你看苹果这几天的价格 一直不断的下跌 股市一直下跌 所以代表什么意思呢 华尔街受到损害了嘛 华尔街受到损害之后 一定会压破他的政府 拜登 你好好的去跟习近平谈一谈 不要这样子搞 所以习近平开始闹事了 开始闹事了 所以他用了朝鲜半岛这个局势 来做什么事情 来跟美国叫价 为什么 因为11月15号16号 在印尼 拜登跟习近平准备要见面了 在见面之前呢 习近平要不要全 满手都是筹码 你今天为什么会这么讲 苏立文 就是美国白宫的国安会顾问 他曾经在这个 所谓在野的时候 就是川普当在他事业的时候 苏立文写过几篇文章 他说如果要处理北韩问题的话 我们要靠中国 他如果思维是这种思维的话 那今天北韩闹事 那谁能够叫北韩不要闹事 中国 就是中国嘛 我就有牌了 所以中国不是手上就一张牌了吗 然后再加上苹果这张牌 经济牌也有了 然后朝鲜半岛安全牌也有了 那今天美国要搞台湾 我告诉你 我搞这个地方 然后让你更加不安 而且你的韩国跟什么 日本一定会跟美国讲说 赶快拜登 你赶快去处理一下这些 跟习近平好好讲一讲 至目前为止 能够压住西角胖 可能就只有习近平而已 好所以董事长 刚刚才到一个新闻就是 现在美国指控 北韩把这个炮弹 送到了俄罗斯的战场上面 他警告 你不可以再这样干 特别警告中国不要越界 可你说 你整个生产能量上面 现在全世界 唯一可以援助俄罗斯的 只有中国 所以中国肝冒天下是大不会 已经把手伸进来了 他这个通过北韩处理 他本来就不会有任何问题 因为北韩小弟去背黑锅 我是透过北韩去洗产地 再交到俄罗斯去 我认为北韩是已经被抓出来的一个对象 北韩今天为什么突然间发神经病 这谈话有一句话叫什么 就是 老修成路 你还没制裁我先干你 对 看你怎么搞 他说我跟你拼了嘛 你刚刚讲了嘛 炮弹一响黄金万两 他后面钱谁出的 谁给他的东西 180几架飞机 你是发疯了 全世界也没有180几架军机 他准备一夜时间 要把汉城整个毁掉 对 他就这种开始嘛 而且你上去 飞机的油料是很贵的呀 不是啊180架飞机 你要打什么仗嘛 你要打什么样的战 你什么样形态的战争嘛 这个是毁灭性的战争 你是全面作战是不是 我们台湾到我们的这个西南空域 飞个30架 对 20架 那就不得了了 老美就吓坏了 我们台湾人无所谓 夸夸惯惜惯惜 他180架 你看你现在回想看看 全世界这一两年来 有没有那么多的飞机 从时在天上 没有 就他一个国家 他干这个目的何在嘛 他干这个目的很简单嘛 他是先发自人 后发自愚的 他知道你一定会跟我翻脸 对 老子先搞你嘛 你在给我制裁我北韩 对不对 那我就真的跟你干了 对 那你认为老美不会怕 老美会怕 老美当然会怕 他个 肚子笑耶嘛 这是真正典型的狭路相逢 永远事 最勇敢的就是西小胖 我就跟你干了 对 他这个多调 这就跟黑道一样嘛 我小弟刚出来混 对 跟了李刘大哥混 你们看哪个不顺眼 眼睛瞄两下 我砰砰给他两枪 你还没有叫我干 我先帮你干 对 干完之后 大家一起脱下水 大家这样干 他现在这样一干 老共解放中国支持他 对 俄罗斯挺他挺到底的 这个 你还没有看到 黑帮里面有个最有名的 就是小 就是老妖嘛 对 老妖是干什么的 冲第一线的嘛 他就是干这个老妖杀手角色 他就是干这个角色 你解释给我听他在干什么 他到底在干什么 他的目的是何在 他真的要跟南韩打吗 当然不是嘛 他在恐吓嘛 恐吓的目的是什么 恐吓是不是取财嘛 取财 恐吓 恐吓取财 但是恐吓取财啊 谁给他财 中国给他财 在金主嘛 有潘纳嘛 后面有潘纳嘛 有凯茲要给钱的嘛 他在帮凯茲在演的嘛 这个香港港剧 港剧 武航 红金宝的武航 松化红棍 对 他真的搞这个 搞这个有人买单嘛 那买单他扛嘛 他当然不怕 我吃他我也不怕 你就把炮弹轮到我家来 你知道吗 我们万华有一个真猪呆 就是这么起家的 不怕死嘛 他不怕死嘛 那就有人会买单嘛 只要你带总 你敢干 干到对方的好人怕你 那我这边就买单 很简单嘛 这根本可以到一模一样的行为 我告诉你 他这样搞的结果 就是俄罗斯买单 中国买单 然后炮弹就运给他 然后他再狠一点 我告诉你好吗 他再狠一点 他就跟老公讲好 对 我这些分工厂 全部给你 你把机器放进来 是吗 他就在那边 直接在北韩生产了 北韩生产 还提高就业率 他怎么不能干 反正这个战争 你认为打多久 不知道 不知道啊 他慢慢跟你搞 他北韩啪个屁 他怎么 这个很容易 所以国际政治 根本不是我想象的 什么大家理性 没有 所以我就懂了 在雷根的传记里面 有一句话 他的幕僚要跟他讲 你不要每天 这样子发神经病 你不要每天这样子 对你的形象不好 然后雷根就要讲 我不发神经病 苏联会怕我吗 那现在 我问你 现在这个南韩 现在是昏倒了 南韩现在 现在怎么搞它 美国在选举 南韩刚刚发生 倪泰院事件 然后日本 现在不知道怎么办 北方四方 然后四方联盟 还没有组成 你说怎么办吗 我告诉你很简单 这个耍狠的结果 他的炮弹 他的军援 就源源不断地 从北韩 这个白手套 就直接就给俄罗斯 俄罗斯的北 俄罗斯冬季公事 他怎么发动 他冬季公事 真的靠伊朗那几个 无人机 当然不是 当然不是嘛 当然中共 解放军直接给他东西打 这个才打得下来 对 所以这个仗 打得关键 为什么他一进 最后科比 就带一句话 不要越界 中国不要越界 那表示什么 你会越界 已经越界了 已经越界 你会越界 他二十大过 他怕谁 没怕了 当然不怕嘛 反正你要搞我 我会搞你嘛 对不对 大家 就耍狠的 当然耍狠 那习近平不敢耍狠 他要不要打人 是金小胖去打 因为神经病 腹地已经打了 对不对 所以他很轻松 他是扮演金主 他是提供一些物资 他炮火给你 枪炮给你 而且还可以做 所以他就真的当那个黑社会老大的角色 我提供军火 他确定他是老大 这个不用怀疑的 习近平从二十大之后 他就是世界老大 在中共二十大之后 你发现 美国毫不掩饰在怎么去对中国进行一个军事压迫 在这个进行军事压迫的时候 我把你火箭军的位置公布了 我在澳洲去部署了我B-52轰炸机 甚至我从整个西南诸岛到台湾到菲律宾 我怎么去建构我的军事攻势 我们刚刚看到了 原来在2019年的时候 美军就已经有计划了 美军当时就有一个岛链紧缩的计划 他刚刚讲以低岛链为核心 然后开始吧 内攻外压 我在中间 我怎么样的持援 我怎么样的攻击 我怎么样子对中国进行压迫 甚至我的隐形飞机 我的潜舰 怎么样子进行伏击 在这个图里面 居然非常清楚地呈现出来 而且现在美国根本就是造表 朝克对中国进行军事施压 如果我们看到了 美国是这样子去部署他的岛礁 美国是这样子去利用他的岛礁 反过来我们看到了中国 这两天美国又透过了飞北林的媒体 现在把南海岛礁上面 所有的建设清清楚楚 以高清的画面呈现出来 在这个南海岛礁上面 我有盖雷达站 我今天有盖机库 我今天有盖跑道 甚至我连这个走路的走道 我就一五一十地把它拍摄出来 好 这问题来了 如果你去对比 美国在整个西南柱岛 也就在低岛链的部署里面 我很清楚的 我就是要进攻中国 我就是要包围中国 我就是要去封锁中国 但问题来了 你现在这些南海岛礁 你是攻 你还是守 你要包围什么 你要攻击什么 你居然完全都不知道 甚至现在有军事专家提出来说 原来在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英国就已经调查过这个地方 英国就已经做了一个评估 这些岛礁 完全没有任何战略价值 英国不需要花任何的一毛钱 去占领或去建设这些岛礁 那问题来了 英国是全世界的最的海权霸主 它是全世界最了解海洋的一个国家 英国都已经做了调查说 这些岛礁没有任何的意义 那中国花这么大的力气 盖这些岛礁 甚至还要花很大的力气 继续维护 那中国为什么要这样干 而美国为什么每一段时间 我就要公布这些照片 你要给中国压力 这中间又有什么我不知道的 战略工坊呢 知道 是 有一个我一直搞不懂事 我们之前曾经讨论过 在南海岛礁 美军跟英国都已经判断说 这地方没有任何建设的价值 因为这个地方是非常容易摧毁 两枚岛礁就可以把你上面 所有的车子弄掉 从蛇岛给你看看出来 蛇岛摆在那边吹牛说 那个整个对黑海多重要 照样一样 义工难受 一下就可以把它拿下来了 那中国为什么还花这么大的力气 去建构这些岛礁 那美国为什么每一段时间 好像还是如临大地 要把这些岛礁的建设 全部的把它拍得详详细细 对 我听你讲才知道说 原来中共上当了 中国上大当了 原来中国为了爱面子 搞这个岛礁 搞这个岛礁以后 美国就开始打蛇水棍上 你要面子是吗 你爱吹牛是吗 我就把你吹说 你好像很厉害 结果你现在做也不是 不做也不是了 抱歉 中国尝试在南海建立一个 所谓的他们的海上长城 基本上海上长城这几个字 就是入权思想的想法 在美军的想法 岛屿尤其那种岛礁 根本毫无战略意义 我要拿下来随时可以拿下来 可是中国不一样 中国想法是陆军的想法 我要在这个地方占地盘 所以他们每一个岛礁里面 都想占地盘 都要把它占住之后 我要把这个岛盖得越来越大 而且里面要有机场 要有雷达战 要有各式各样的设施 盖得越来越大之后 表示说我在这个地方 有一个地盘 可是宝杰 你对美军来讲话 这些太容易拿下来了 我们不是在那边讲 美军有所谓远征前进基地 还有包括说他们有两栖突击队 马上可以把你的岛端掉 但是美国现在 他每次都故意不说话 他说他每几年都固定公布个照片 如果你盖得很好 就说你看你这个岛越盖越大 那周边的国家就开始紧张 你就说你看周边国家 你看中国盖得越来越多 对里面形成一个大危险 那如果你这个岛 如果慢慢出现腐蚀 或者说海水被侵蚀的话 美国又开始笑你 但是中国为什么不停止 保洁对中国来说 对习近平 2013年上台来 他下了命令啊 他下命令是什么 他叫小岛堡垒化 大岛陆地化 所以他就这样下你之后 他最高领袖都这样下你之后 你能怎么办 而且你知道 因为他们这个海上的 这个岛屿的关系 中国很多宣传片来拍 怎么拍 你说已经吹牛到 我下不了台了 而且第一个 中国有很多什么海坤 什么不断的这样吹 这个什么人工岛 岛礁能够造出来 什么赵岛神器 什么一大堆 讲到他们都非常厉害的这个中央 你已经弄到这个程度 你有办法后退吗 根本就是只能往前进 不能够后退的一个情形 所以你说习近平原来也是一个大草包 原来习近平也只有中国农民的思想 中国农民思想就是 我要占地为王 所以我把搞万里长城那一套 我来搞这个南海岛礁 但是海军是不占领的 海军要的是通行权 海军要是快速解决 快速攻击 这个你如果今天在这个 舍壁交 南薰交 赤瓜交 华阳交 游蜀交 住了这么多兵队 花这么多力气的时候 力多被分了 美国马上就可以被他端掉 事实上你看美国怎么做 美国他们在2019年曾经有公布一个 他怎么样来对付中国 他里面他的战法叫做 内压外攻 也就是说他其实呢 大部分的兵力是摆在后面这个地方 前面呢他就方前 我阻止你出来 包括说飞弹啊 包括说雷达在这个地方 然后我要进攻的时候我从后面 有远征前进基地 还有两机作战部队 就是可以投射兵力进去 我要占领你随时可以占领你 我不需要占领 为什么 因为你在上面有这个人力的时候 你反而是这个军队就分散 分散的时候 我可以要攻你都非常好 攻你 事实上以美国的思想是应该集中 防守一个重要的地方 那个才是海权思想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 所以有人就开始 去端出了水 找出了大英帝国当时 他不是已经占领了整个印度 不是也占领了南海 对 对这个地方最了解的 第一个做调查的原来是英国 英国曾经也调查过这些地方 他已经非常明确表示 这些一点占领的价值都没有 这些一点建设的价值都没有 如果我要占领的话 第一个 我要可以补充水 我要可以补充物资 我要可以有经贸 这些完全没有 也难怪 美国太平洋司令哈里斯讲说 根本就是一个什么 海上的沙堡 没错 事实上我们就讲了 大英帝国对全世界最了解 你看 大英帝国在亚洲占领那么多地方 那么多地方 他从来没有去占领 这个南海的这个租岛 照理说他最有这个条件 可是你看 他占领什么地方 不用马来西亚我要占领 新加坡我要占领 香港我要占领 为什么 他占领的都是一个非常重要 有港口后面有非常大的腹地 有腹地 有水有资源 而且是个非常重要的交通要道 这边呢 完全都没有这个交通要道的条件 所以他充其量 他就是个占地盘 我占地为王 你经过的时候 你要给我付钱 你说小狗撒庙 那不就是陆军的想法嘛 所以你就知道事实上 中国就是用这样想 所以美国的海军上将 这个哈里斯上将都说 这是Great War of Sand 你看沙雕长城嘛 那他还是说 这是什么 陆全国家的海战想象 这是你们的想象啊 那为什么这样想成这样 因为习近平已经确定了 我刚才讲 小岛堡垒化 大岛阵地化 那你就这样子 最高领导都这样下命令 我只能够往前进 不能够后退啦 而且你讲说美国很坏 因为我也不懂说 如果它不重要 那美国干嘛 每一段时间就拍一下 每个一段时间就拍一下 拍一下了以后呢 我就开始去公布出来 公布出来就讲 他对我这边造成很大的威胁 你说根本 美国是在唬人的 而且周边在南海 周边这些国家 越南为什么会跟美国关系 变得比较好 就是因为你中国 那边南海那边 岛礁不断地扩大 菲律宾 为什么会跟美国越走越近 也是因为南海岛礁 那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美国每一次 就拿这个照片出来 要嘛就BBC去拍 要嘛就纽约时报 把美国的卫星就公布出来 你看2015年就说 你看BBC说 你看它现在的这个岛礁 越盖越多 然后你看2018年 又把它公布出来 然后2021年就公布说 你看这个美濟礁 是完全军事化的这个基地 对你们形成非常大的威胁 那你看今年又公布新了 这是这个向阳礁上面 雷达站 你看有雷达站 那这个永暑礁里面 你看 有银色都有了 对还有飞 还有这个所谓 侦察机在这个地方 美气礁 它把你每个照片都拍出来 那这个照片出来之后 你觉得周边国家看了会怎么样 哇真的 它已经来到我们家门口 我们还非常紧张 你不讲我也吓到了 对啊 你怎么样 在南海干了这些东西 那我都觉得有军事威胁了 对啊当然 因为你看南海这些岛礁 这个地方 你看距离越南也很近 那距离这个菲律宾也很近 距离马来西亚也很近 这些周边国家看到说 我家门口都有军事基地 美国就跟你说 你看越盖越大 你觉得这些国家会怎么样 跟中国抗议啊 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军事化 问题是中国 他还说我们就是要继续往前进 我们不可能后撤啊 所以他事实上就变成是这个样子 骑虎难下的一个局面 好那另外一句讲的 连南华早报之前就讲 他们自己非常认真讲 南海岛礁是义工难受 不但义工难受 它有很多你先天无法改善的缺点 没错 我为什么这样说 你看这还是谁 这还是北京的军事杂志 这个船舰姿势 他说的哦 他说这个义工难受 一旦爆发战争的话 全部都派不上用场 派不上用场 他说什么 第一个 距离中国本土太近嘛 这个即使是距离这个三亚的基地 都有上千公里 太远了 他的土地面积又太小 然后机场容量非常有限 像你说的 歼20要在那边起降 都有相当大的难度 而且你知道 我们知道 岛跟陆地不一样 我们知道 中国的路权思想 万里长城 就是反正我堵住之后 你只能从一边来攻嘛 可是问题是 岛礁不是这样 岛礁是四面八方都可以攻击你 所以你一旦很小的岛礁的时候 你面临到的就是 你会被四面夹攻的一个状况 要端掉你太过容易了 那偏偏是这样 因为我们讲 南海这些地方 这个美国会公布说 你很跑棒棒 但是很多杂志又公布说 你这个 这些岛屿都要沉沦了 为什么 要沉沦 保险那南海这些地方 常常每一年都有台风经过 暴潮啦 然后台风这样打下来 很容易腐蚀 然后再来说 你不断地这样造之后 那很多边 这个所谓的这个路基这些地方 完全你看都往后撤 你盖没多久 就往后撤没多久 所以这些岛屿 人家都说什么 你这个根本不用我打你 再过了十年 二十年之后 你就自己没了 再来就腐蚀光光了 但是问题是 对中国来说不能这样子 中国每一年都 你看他们要说什么 南疆的岛屿 我们寸土不让 而且最难的地方 每个地方都有我们解放军 你看这样 听了就觉得 哇好棒 而且你知道 他们为了建设这些岛屿 你知道 我们讲光一个永暑礁 永暑礁原本是 0.12这个平方公里 他已经把它建到 大概12平方公里 这么多 那他建这么多 你知道他前前后后 大概花了多少 多少钱 他已经花了750亿人民币 一个岛 那你还不包括 还有扯币礁 美机礁那些 这花下去的话 喊不郎当 人家算起来 大概你已经砸了好几个 一两千亿人民币 在这个地方 而且你为了要维护他 你要多少人力 你要继续这样弄下去 你要搞到 你没办法回头 所以我才说嘛 这个工程到目前为止来说 为什么这个 美国海军上线会说 这就是一个杀雕长城 因为他就是 中看不中用 董事长 真的像世忠所说的 南海岛就要盖了这么多地方 我花了这么多钱 花了这么多的功夫 就像一个大白相一样 中看不中用吗 而且美国打蛇水棍上 我故意一段时间 我就眼里说 这公布出来 你是盖也不是 不盖也不是 维护也不是 不维护也不是 这根本就是 黄鼠狼给击败一年 不安好心的 不是 这个 他盖岛礁的 当时的目的就是 最初期的刘华军 刘华军建立他的海军 但是盖的这些岛礁 没有用 他知不知道 他当然知道 你可以说中国共产党 或是解放军的人很坏 但绝对不能说他们笨 那如果说你知道没有用 你干嘛要花这么大力气 盖这些东西呢 怎么会 他在军事上没有用 在宣传上绝对有用 大内宣用的 当然内宣外宣都有用 外宣的对象不是美国 是雨泪附近的国家 吓都吓死了 我说到你家门口摆个炮 你讨不讨厌吗 讨厌 菲律宾怎么办吗 马来西亚怎么办 越南怎么办吗 越南每一个都是跑去 跟老美去哭嘛 一边跟老美哭 一边跟老共打交道嘛 这没有办法的事情呢 中国现在一年的GDP17兆典金 他吃这些周边国家 他吃定了嘛 他不能弄个东西 来吓你一下 对 他怎样 他用嘴巴跟你讲 他吃定周边国家 当然吃定周边国家 美国不来 他是不是就吃定了 所以他就威吓这些国家 如果美国不来 他是不是吃定了 吃定了 他本来就吃定了 他威吓这些 他就是吃他们嘛 大吃小强欺弱 这不是中国共产党的特质吗 对 这还有什么好怀疑的 第二个宣传效果 那我问你 中国人民 14亿人民看哪一家电视台 央视 他只看央视嘛 那这个画面给央视看的 不是拍得刚刚好吗 谁看得懂 那是干什么 对 这不是国威吗 这是中华国威 在南海里面 展个完全展现出来 多伟大 我比正和下西洋还伟大 当然是啊 这是习近平的功劳嘛 习近平 中国历史上 或是共产党建国七十年来 哪一个人 可以把他的国力 他的威力 他的飞机 他军事力量 他的手臂伸到南海 那么伟大的地方 没有 就他一个人做到了 所以他今天做 永远的领袖 有什么错 所以他用这个东西 去见过他的不恃其宫 当然就是不恃其宫 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父亲 看南海这个画面 看完就爽一半了 央视每天给你放 放完 哇我们领袖太伟大 当然要当皇帝 像我这种笨笨的 我看本来也很爽的 但是你台湾人 没有他的感觉 中国人看了会哭会掉眼泪 会哭会掉眼泪 中国人吃憋 中国人当这个 当这个杨茹 当多久啊 当全世界的四等人 当多久 从二次大战到现在为止 中国人终于有出头天了 不是中华民族的伟大父亲 中华民族的伟大父亲 本身叫什么 叫做民族主义嘛 他搞民族主义 把你统统搞成义和团 搞成白连教 最后听谁的 听老大的 老大的嘛 所以他用民族主义 来炒作这些素材 那这个南海岛礁 是重要的一个环节 跟重要的元素 所以他知道没用 我也要花钱干 我知道没用 我也要去维护他 就是中国有百年耻辱 苦大仇深 憋屈了那么久 我要扬眉吐气 当然扬眉吐气 他不是 他的有用 跟你的有用的定义不一样 你看到他炮要拿来打仗的 雷达要拿来找飞机的 他不是 他来拍电影的嘛 干什么都不在开店 那是哪来拍的 拍给央视看 给14亿的中国人看 那些乡下的农民 看了这个东西多伟大 都感动落泪嘛 对不对 你再去拍一个清朝的画面 大家比对一下 没事怀念一下满清 你说你昏不昏倒 昏倒 通通爱国主义都出来 爱国主义出来就是民族主义嘛 对 中国人这了不起 中国人出头天耶 台湾人都要出头天 中国人都要出头天 要出头天 对不对 所以出头天就搞成今天这个样子 这个样子 那花了多少钱 没有花多少钱 不会拖垮 他假的 道具怎么会拖垮呢 是吗 所以不能用不能打的 本来就没有要用 打个鬼头 打了干什么 拍电影 不是拍电影用的 那是道具嘛 道具 可是道具 它有两个效果 第一个 拍给中国人看 第二个 湖外 火这些周边国家看 新加坡吓死了 马上吓死了 吓坏了 越南也吓死了 越南也吓坏了 菲律宾也吓死了 越南怎么办嘛 所以那一股要吓有没有用 有用啊 每一个都跟他操控 每一个都乖乖跟他去交往 什么没有 对不对 因为你要搞 第三点要注意哦 中国解放军的军事逻辑里面 他70%力量做什么 文宣 对 宣传是第一个工作 他们先打嘴炮 嘴炮打完了 我跟你讲 那个袖子已经完了 这边了 不打仗 我跟你讲 这谁跟你打 他什么时候打过仗啊 没打过仗 跟印度丢石头丢半天 他不打仗啊 打嘴炮嘛 他唬你嘛 武统台湾 把你吓死你嘛 对不对 台湾不是很多人被吓坏 吓心脏病 通常跑到美国去当美国人呢 对不对 对 所以这很多就是老共的逻辑 跟他的手法 就是每次都希望 他是个投机主义者 他整个共产党 从他拿到中国的天下开始 对 就是投机 他们没有做过实实在在的事情 他做过什么实在的事情 你说他的把势是天桥把势 嘴把势 有用的不得了 我跟你讲 每一次这个只要搞斗争 每一次只要跟老外搞民族斗争 一抓就零 通通爱国 爱国就什么 巩固领导中心 就叫习核心的整个统治基础 就在这里 好 关于 另外就是 我们现在的副总统赖清德 跑到了帛琉 那我们还在笑他说 你跑去钓鱼 刚才讲 人要把你发费印象 就叫你去钓鱼 台北也是台湾那个所谓的 选在打得如何如途 你去钓鱼 跟你说不可以小看帛琉 因为 他今天赖清德的一个场合 居然派到一个神秘的飞机 原来帛琉 现在已经是一个非常重要 要去包围中国 攻击中国的据点了 没有错 其实这个是发生在今天早上 差不多七点半的时候 七点半的时候 其实很多在随团记者 就已经拍到 拍到这个画面 怎么在帛琉 大家专机要起飞 怎么突然有一对 六架 A10的攻击机 A10的 对A10攻击机 然后游出 对游出 然后才发现说 原来美国呢 透过可能是调用A10 慢慢的航渡 航渡就是说 一站到一站 譬如说 他可能从达尔南部流 比如说丁达尔空军军地 慢慢的往前推到帛琉 然后帛琉再往前推到 我们补一下 在现阶段的一些 空战的环境下 其实这些攻击机 已经没有生存的机器 但是呢 美国赋予他新生命 赋予他新生命的时候 把他们摆到前端正地 做什么呢 去攻击未来可能低的 那这可能低的是什么 当然是所谓中国 那我们来看到说 帛琉为什么这么重要 其实美国呢 早在差不多2019年 他们叫CSBA 这个预算中心 就提出一个报道说 这个理论叫 所谓内攻外压 或者说外压内攻都可以用 但是为了中文比较顺 我们统一叫做内压外攻 这个比较顺 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报道出现 他美国的他们军方是假定说 这个报告很有意思 他们是假定说 第一岛链已经都失守了 那我们就说美国 怎么从第二岛链反攻回去 他们提出的概念 就是所谓的内压外攻 就是说你们第一圈的部队 要先行压制 中国的军队 不要让他东出或是南进 这是内部的部队 你知道我们讲 这是第一岛链 第一岛链刚刚讲 我的潜舰跟隐形战机 会再放在这个地方 进行潜约的压迫 甚至我有这个暗制的防空反舰飞弹 在这个地方刚刚讲的 你任何的动作 甚至我可以源头打击 当然台湾这个地方刚刚讲的 我也有内层的部队兵力 这边有火箭炮 我这边有潜舰 我这边刚刚讲的 有所有的战舰 部署在这个地方 这是内围 内围就是我要对中国进行压迫 而中国进行压迫之后 我这些包括B2轰炸机 B52的轰炸机 这些会长城资源 对没有错 就是说我们就要分分两区 就内圈的部队 你要先负责压制 中国不要再重蹲 不要再蠢动 不要出来 不要往东扩 不要往南进 那外边的部队有很多 比如说 从夏威夷过去的部队 还有所谓的航舰打击 慢慢地从美国的西岸 慢慢地靠过来 这个叫所谓的外攻部队 那外攻部队其实 还包含 美国本土的一些战略空军的资源 比如说B2 B1 从美国都过来 美国会过来 这个是外攻部队 所以其实外攻部队 它有一个任务 就是反攻中国大陆的进攻 但是你第一步 你第一层 你要先巩固住 所以其实美国后续 他们陆战队就发展说 其实我们的内压部队 其实可以由我们陆战队来做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 美国最近 其实在今年演习 我们看到说 美国陆战队居然在帛琉 从事什么演习呢 就是说抢占的倒交之后 先行做什么 先行部署 短程的防空飞弹 然后之后下线什么 从C1300运输机 下线什么 还马是多关火箭 还有所谓的陆基的巡运飞弹 做什么呢 希望是透过 这个第二岛链的发扬活力 来压制内圈的中国 但是没想到说 其实这部分 美国来做 当然做得到 但是其实交给 第一岛链的国家来做 也可以做得到 好 所以听会 刚才讲的 现在台湾的位置 越来越重要了 而且现在把第一岛链 所有的国家 你的飞弹的捆龙所 给试开了 也就是说 今天南韩 你的飞弹攻击范围 你现在日本的 飞弹攻击范围 包括台湾的 飞弹攻击范围 今天有个最新的消息 原来我们买 爱国者三星飞弹 不能在台湾试射 你今天台湾的阿兵哥 要去操作 那个爱国者三星 你要去美国 但现在不是了 他说你可以在台湾 直接进行 爱三的试射 这有多重要呢 对 你这个防空飞弹 如果没在实地 在限地试射的话 那你未来要保卫台湾的 防空系统的时候 你怎么办呢 你根本不熟悉嘛 这以前不能试射 所以你买了 大概二三十年以上 那我们现在来讲的话 基本上都是贺组用的 贺组说 对啊 我有 我们有爱国者三星飞弹 所以你千万不要随便打 而且我们的防卫首都圈 但是现在已经 我们空军参谋中长 参谋长黄志伟中将 在表示 我们的爱国者三星飞弹 现在老美已经同意了 要做到一个东西 就是保密措施 保密措施 那为什么是保密措施呢 因为你知道 这个防空飞弹 不是只有飞弹而已 它还有雷达系统 最主要就是那个 MPQ-65的这个系统 这老美提供的 也就是说老美如果提供给你的话 那你是不是不能外泄 所以你说爱国者三星飞弹 不是说我一个 所谓的飞弹发射证就算了 我旁边还有一个雷达 还有一个指挥车 它是三机一体的 对 它有雷达车 然后还有指挥车 还有飞弹车 还有大家运用空中的 这个卫星系统 因为你飞弹过来 它那个随时要校正定位 所以原则上来讲 就是说美国还是掌控最大的科技 那它不愿意让台湾在这边试射 第一个 你常常附近来讲 都有解放军的这个军舰 在了解你的电子参数 如果说你现在贸然的这个试射 就像我们上一次 要试射一些天空 或者是雄松飞弹的时候 这时候呢 老共的战机 就是军机 都在旁边 出现的话 那我们暂时就停止 停止演习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 就避免让它去取得 上一次这个中共打那个东风飞弹的时候 事实上老美也就把它收集 所有的电子参数啊 那现在来讲 那时候其实我觉得那时候 其实是我们最好 去试用我们的爱国船 防空系统飞弹最好的时机 不过那时候没有做 没有做没关系 因为现在来讲 美国未来 当然为说我们的所有的战场的 这个演习规划 全部都必须要再做实战经验 所以你看实战感情 不能用什么 用音响去放这个 炮弹的一些声音嘛 所以美国现在要求台湾 一定要实兵实战 实战演习就代表 你连爱国船三都让你试射了 代表你只要是演习 你所有的飞弹 你所有的都要进入战争状态了 没有错 所以之前不是讲说吗 美国要在台湾成立这个代药库 这个代药库未来来讲的话 就包含让你就过往来讲 比如说我们放在仓库的代药 要生锈的赶快打一打 打一打它可以卖给我们 发霉的 打一打可以卖给我们更好的 更新的这些相关的飞弹 那除此之外来讲的话 可以测试一下 到底在这个战场环境当中 到底有没有效 因为我们知道爱国船三型飞弹 他曾经也在帛琉 刚刚提到帛琉 帛琉他也在做试射 因为他用F35A 相关的这个数据传回到帛琉之后 由帛琉发射这个 所谓的爱国船三型 结果成功的拦截了 相关的飞弹了 所以刚刚你看到 赖兴德要起飞的时候 那些A10不是让他 就是故意让他看到的 故意 我跟各位讲 我们会买A10吗 我们以前到帛琉的时候 我们总统到帛琉的时候 我告诉你 我们背后都是美国美军跟着 跟着为什么 因为他知道你的行踪 知道我们总统的行踪 虽然是我们邦交国没有错 但是那是美国的战略托管 以前的战略托管地 后来独立成为 他跟美国之间 现在有签订 那个国防方面的合作协议 所以现在帛琉的所有国防 都是由美国在建军的 那现在如果说 我们那边的一举一动 其实美国的掌握性 清清楚楚的 所以那个A10是美军开的 美军开的而且说真的 以前的帛琉的机场很小 现在应该是扩建 因为以前来讲 只能停两架民航机 大概就差不多了 现在来讲 如果旁边可以停三四架 这个所谓的战机的话 那代表已经美军帮他们扩建了 而且美国在这几年当中 在这个第一岛链 第二岛链 甚至到第三岛链的 所有的相关的这个岛礁 其实上他论为所有的军事价值 现在是记不记得 艾斯培美国国防部长 第一次到帛琉去 就是在谈这些相关的事情 所以以前我们有曾经想过 F-16会不会放几台在帛琉 到时候如果实施反击 第二岛的时候 我们的备原基地 对 备原基地也可以放在帛琉 但是以前来讲的话 帛琉认为说 如果说我们转向中国 跟中国建交 解放军不就出现在这里吗 那事实上来讲的话 主要还是老美顾忌 所以现在老美 如果已经开放这个线的话 愿意让比如说 南韩它的这个飞弹 可以到达1000公里 日本可以做源头打击 台湾来讲的话 爱国的飞弹可以使用的话 那整个在台湾 包含这个韩国的煞的系统 整个建构处亚太的 这个防抗系统的话 对中共的这个 这个所谓的解放军东方系统呢 就会产生一个嚇阻的效果 美国居然巨细迷地公布 中国火箭军那个坐标 而这个基地的坐标 不但是有你的位置 连你在这边 有哪些的司令员 你有哪些的指挥官 甚至你从指挥官到崔士班 你有多少的一个成员 巨细迷地将它公布出来 当时大家很觉得说 美国我只是来威吓你 告诉说你在哪里我都知道 但没有想到 美国可能不是只有威吓 它也不是只有标定 现在连怎么样摧毁这些基地 摧毁这些火箭军 美国都已经有策略 因为美国政策又公布了 他们现在有一个小型核弹B61 B61它的这个弹头的当量 它是可以设计的 它可大可小 所以我可以根据每个基地 我可以放置需要的当量 这些当量就可以一枚 摧毁这个基地 也就是我只要有40枚的B61的这个核弹 我就可以将中国所有火箭军的位置 一举的全部都给攻击掉 而且它可以放在哪里 它可以放在B2战机上面 它可以放在F35A上面 也就是我可以放在隐形战机上面 我让你防不胜防 你的防空系统对我完全没有作用 而现在美国又在哪里 又在澳洲放置了B52的一个基地 甚至它大量的改速 改变了松树谷的这个所有的雷达的装置 所以你看到 现在美国难道我的近程打击 远程资源已经配备好了 甚至中国如果要打击台湾 打击台湾的第一级就是通过火箭军 现在我难道美国真的有能力 在一瞬间将中国的火箭军完全摧毁吗 好 刚刚讲的就是 本来讲上礼拜公布了火箭军的位置 火箭军的当然想 我就是威克你 我标定你 我已经知道你在位置了 你不要给我轻举妄动 如果你有任何发生的时候 我今天可以马上扳机 可是今天公布的更新资料是 我不是说只有标你的位置 我不是监测得非常的完整 我连我怎么样打击你 甚至你还没有动作之前 我就可以把你全部摧毁了 抱歉 美国一定想定到说 中国万一发起攻击的时候 你要集结 你集结的时间 我就可以在当时 摧毁你所有的火箭军 所以为什么他上礼拜公布了 这个44个旅人所在的位置 就告诉你 我知道你在哪 必要的时候第一个时间 你集结起来的时候要打台湾 我就先把你摧毁掉 那你说有那么厉害吗 所以敌不动我不动 敌一动我先动 对 所以美国决定会先发制人 那先发制人来说的话 你要用什么先发制人呢 目前美国已经告诉你非常清楚 美国现在亮出一个新的这个杀器 这个杀器叫B61-12的战术核弹 战术核弹 这个战术核弹来说的话 宝洁 你看可以搭载 搭载在轰炸机上面 甚至还可以搭载在F-35A 还有这个F-22 F-35A上面 也就是说F-35A飞到那个地方 隐形战机飞过去之后 对你进行一个核打击 一颗B61的战术核弹 就可以摧毁你一个基地 也就是说我只需要40颗 就可以把你火箭军所有的基地 完全把你端掉 而且快速的把你端掉 而且你刚刚讲 它是B61-12 就是它已经进行了 第12版的升级版了 对 没错 好 那除了美国这样想定 它为了用这个攻击你之后 现在美国我们知道说 它最近公布了 它有这个加油机的 这个全世界的五大基地 包括在这个地方 美国 本土 关岛 达尔文基地 Diago Garcia 还有欧洲一个基地 这五个基地告诉你说 这就是我们美国未来的 长城攻击的这个发起点 那现在对最引人注目的地方 在什么地方 在达尔文基地 达尔文基地来说 美国最新公布 我们美国的B52同温层 堡垒战略轰炸机 准备要布到这个地方 而且它也是可以 攜带所谓核弹头 所以美国现在已经 想定了各种方式 在可能对你中国 发起核弹攻击的任何可能性 以前B52就算在关岛 也没放几架 它基本上还是放在美国本土 它现在不但放在关岛 它居然前进到了达尔文基地 而且它可以放六架 六架来说话保持你知道 六架在这个地方来说话 如果以它可以装 它每一台这个轰炸机 可以装六发 事实上只要出去一两次之后 就可以把中国的火箭军 完全摧毁 所以那这个对中国的战略 嚇阻的意味是相当相当的浓烈 那你更不用讲 F35也可以随时挂上去 所以它告诉你 我可以快速 在近距离F35可以快速抵达 远的话我还有B52的轰炸机 我两个保证方案 绝对可以摧毁你的所有的 火箭军四十个基地 好 最近我们讲讲讲讲的 其实美国不断的 所有的兵器推演 在兵器推演里面 最有名就是蓝德公司 蓝德公司做了很多 美国跟中国兵器推演的 最后结果 美国都战败的 因为美国之前一直没有办法 去破解它的A2AT 因为中国的火箭军 真的太强了 它打得又远又准 而且它可以阻克美国航空母舰 进到了第一岛链 只要你能够阻克第一岛链 不能进来 那中国就可以建立空中跟海上走廊 它就可以长驱直入 进到了台湾 那没有想到 你有火箭军 那是你最大的力气 我现在标定你之后 我连怎么对付你都有了 原来F35标配B61 是对火箭军的完美杀手 所以就知道美国对中国的想定来说 怎么猎杀你 它都想得非常清楚 从后面我们之前只能讲远征基地那些 好那些基地那都是在开战之后 但是开战之前 美国其实最怕 或是中国最以你为要 就是我的火箭军 东风17 东风21 东风26等等系列 绝对可以把你的关岛基地 琉球基地全部摧毁 所以美国现在想定很简单 我要在你集结 因为美国现在在周边 包括说萨德系统 包括台湾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铺爪雷达 那上的铺爪雷达 还有在澳洲的松树谷的雷达 这些雷达都可以侦测中国大陆 就是你第一个时间你有动作的时候 我马上就要摧毁你的这个所有的基地 所以你可以讲 美国已经公布 美国为什么刻意公布你火箭军的 九大基地 还有四十个铝的所在位置 因为我知道你在里面 而且他公布出来的时候 我就说我确切的知道你 所以你集结 假设你在东南沿海 有任何动作 你需要直接 我第一个时间发现的时候 我必要的时候 可以对你进行一个先发制人 我只要这个F-35来的时候 然后这个B-52轰炸机 B-2轰炸机 B-21轰炸机来的时候 就可以摧毁你 所以那你知道 当然摧毁的主角 就是我们讲到的B-61 B-61的这个核弹头 保洁这个核弹头到底厉害到什么程度呢 第一个 它其实这个长度的 没有很长的这个状态 大概约莫长度是3.6公尺左右 那它是美国有史以来最贵的核弹 你知道美国才造价 美国才一共造了四百颗 四百颗你知道一颗 四百颗一共花了110亿美金 你知道这个飞弹是相当相当昂贵的这个飞弹 那这昂贵的飞弹到底厉害到什么地方呢 第一个 你看它尾翼这个地方 它可以改变方向 也就是我出去之后呢 我如果真的要改变我的追踪方向 目标改变的时候 我可以改变方向 所以我尾翼是可以改变方向的 它可以追踪 对另外一个 因为它里面有内建非常大量的GPS 还有这个所谓的 这个所谓的稳定器 所以它飞行是相当稳定 它打中目标的时候 保洁你知道一般核弹 这种比较没有那么精准的话 你的误差范围大概是三 大概有100公尺左右 全世界的核弹大概都是这样 但是它目标是可以距离30公尺 也就是说它可以非常精准地打到 我要打到你这个位置 我就可以打得非常准 难怪美国非常有把握说 我只要一个B61的核弹 我就可以将这个基地完全摧毁 因为我不但是打得准 而且我的力量是很大的 因为它打得非常准 所以我们知道精准度 还有你要怎么拦截它 很难拦截它 因为它 我刚才讲到 它可以自动改变方向 所以你真的有飞弹打过来 它侦测你的时候 它可以改变方向 毫不知改变方向之后 保险你知道 因为它前面的这个当量 它有四种当量的选择 包括0.3 1.50 还有50千吨不同等级 也就是说 他们就说我们用最低当量 0.3或1.5千吨的话 就可以毫不 非常精准地 就摧毁你基地本身 那基地本身 结构都会坏掉吗 都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我可以完全摧毁你 而且你看 根据这个最精准的打击方式 就打击到你的基地本身 所以你知道事实上 这就是美军未来 那你知道 为什么对中国那么紧张 因为它可以在B2轰炸机 在B21轰炸机 引擎轰炸机 然后F35A 而且美国在去年 都是引擎战机 都已经测试完成 真的是完全相容 所以这个对中国来说 毫无疑问 是一个非常头痛的状况 好 虽然说是 中国已经 美国已经想定了所有的状况 但是万一 美国有一个想定 万一真的不幸 让中国 我第一个时间 没有对你倒进核打击 但是让你发射了 所有的飞弹出来的时候 那我怎么办 如果没有先发制人 对好那怎么办 好没想到 美国连这个都想好 美国现在的最新想定 为什么它要到澳洲 要部署B52轰炸机 原因就在这个地方 好为什么在这个地方 我跟大家讲 实际上我们仔细来看这张图 这张图是什么图呢 蓝色的点 就是美军现在所在的这个基地 虽然这些基地 都有可能会被 这个中国在第一个时间 对你发动火箭军攻击 那中国怎么攻击呢 我们看到黄色的圈 就是东风11 能够打击到的目标 那这个比较浅的这个粉红色的圈 它这是东风21 能够打击到的目标 那另外这个圈 就是东风26 关岛快速能够打到目标 打到关岛了 所以这些完全 在第一个时间 美国没有发动先发制人 被你发动了 就这些基地 可能全部都被摧毁 都被摧毁之下 那我怎么对你发动核攻击 于是这个时候 你有没有注意到 有两个地方没有被打到 一个地方在这个地方 密克罗尼西亚这个地方 另外还有一个达尔文告 澳洲没有 为什么澳洲这个地方 要部署6架的B-52轰炸机 原因就在这个地方 万一第一个时间 我真的假设被你摧毁的时候 我要怎么对你先发制人 我从这个地方飞出去 飞出去之后 我抵达你这个地方 我每一台 它可以搭载6枚的核弹头 所以我有6台 所以有36个 我至少可以摧毁掉 36个核弹头 摧毁掉你大部分的火箭军之后 我再对你进行反击 所以这就是美国现在的想定 为什么要在达尔文基地 所以这是它的plan B 对plan B在这个地方 那你知道事实上现在为止来说 澳洲也意识到说 这个基地失误对你非常重要 所以你看 现在澳洲的这个机场的 想定里面来说 你看它已经设计出了 6个左右的这个B-52轰炸机的 这个相关的这个停车 停车的位置 预计要耗之1亿左右的这个状况 甚至美国有准备说 我要再投注10亿左右 所以这个其实是 为了嚇阻中国的plan B 而来的一个状况 而且刚刚讲到澳洲 你得讲 关岛它现在花了大钱 我重新改建 我将那个机场跑道给加大 现在没想到 同样的我也在澳洲 澳洲讲 全世界最好的 最新的雷达 台湾的铺码雷达 它也有 它现在竟然把它的雷达设施 更升级了 而且我跟这样 事实上现在美国在投资 在澳洲也非常多 包括我们刚才讲的 达尔文基地之外 除了这个 它的这个B-52轰炸机 可能会抵达 你看这个机场本身 它跑道的本身来说 它画了非常多 它已经公布出这个图形 图形之后 它在旁边来说话 它有非常 那这个雷达冠来说的话 以前很多都是 雷达在夏威夷港 它现在把它挪到 或是部分分散到这个地方 也就是目前 未来的是它重要 大后方的这个 雷达槽所在的位置 会在达尔文港 另外一个它在 我们知道说 其实在澳洲的中边 这个中部 这个爱立斯泉 这个地方有松树谷的这个基地 松树谷的雷达基地 其实我们之前曾经讲过 它在这几年的时候 持续的扩大 你知道 它光在这几年的里面来说 它增加了三分之一的天线 所以也就是说 它现在追踪的位置是相当强大 你知道现在到底是多强大吗 它说它只要它东边 它附近涵盖的范围 三分之一的地球 全部都被它掌握住 这么大 而且它现在这几年 它就是不断地在盯你中国 所以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地方 有一个备原基地呢 假设真的第一个时间 台湾的雷达 或是南韩的萨德 都被摧毁的时候 达尔文基地还可以发 澳洲的松树谷 还可以发挥它的这个作用 所以等于说 你可以看得出来 美国对这个中国的想定 真的是一层一层一层又一层 务必要做到滴水不漏 防范中国的态度 好 瑞德 我们再看到的是 美国对中国的包围 嚇阻甚至未来的战争的攻击 它是完真的 它这已经准备好了 现在不但是公布你火箭军的位置 我连怎么样把这些火箭军摧毁 都已经做好准备了 但现在最新的消息是 现在日本竟然要跟 美国买战斧飞弹 那问题来了 这个如果日本拿下了战斧飞弹 它真的可以对中国造成莫大威胁吗 对 没错 那么过去我们听到 日本它要大量的改建 这个所谓的12-4的反舰飞弹 把它的射程中200公里 拉到到1200公里 肯定要知道一件事 12-4的飞弹至少它是以船舰为主 那么它这一次2017年 中共的相关的报导就注意到 日本可能会跟美国买战斧巡运飞弹 但这一次是可能在很快的时间之内 立刻会跟美国签业 而且量数非常大的 为什么呢 差别在什么地方 买了美国的这个战斧巡运飞弹以后 对日本跟中国甚至于台湾 都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这太夸张了吧 你都已经有12-4有这么严重吗 很简单 为什么呢 12-4飞弹呢 它从200公里的射程 本来是要拉大到500公里 可是现在 那么因为中共的这个航空母舰 还有动物大量的增加 大量的建造嘛 所以日本改变它的想法 如果我现在 那么进行这个12-4的增程 我至少到2026年以后 才有可能部署在日本的相关的 这个岛屿跟日本的相关的船舰上面 对 缓不及及 那怎么办呢 很简单 我买现成的 我跟谁买 跟美国买 那么为什么呢 因为我问一下宝洁嘛 请问一下 战斧巡运飞弹是攻击型的 还是防御型的飞弹 攻击的 当然是攻击型的嘛 那你知道日本这次购买 美国战斧巡运飞弹 它的名目是什么吗 在防卫日本的安全性下 所购买的飞弹 他打波万战争 他打叙利亚 都是先丢战斧飞弹的 不要错 这是日本购买的这个 等于说借口理由是说 在防卫日本 它是为了防卫日本喔 所以呢在防卫日本的情况之下 所购买的这个战斧巡运飞弹 战斧巡运飞弹全世界都知道 它是攻击型的飞弹嘛 他在这个等于说 刚刚讲的波万战争的 太多的战争 大家印象非常深刻的是 2017年的4月7号 川普当总统第一次 跟一个等于说 习近平吃晚宴的那个 那个画面 为什么 他在跟他吃饭的时候 不是过 那么川普不是拿个红酒 过去跟他敬酒吗 敬酒的同时 就在他的耳朵边跟他讲说 我刚刚向叙利亚发射了 59枚的战斧巡运飞弹 你知道吗 那时候 听到这句话的翻译的 这个习近平啊 整整10秒钟说不出话来 你跟我吃这一顿饭 然后来跟我用红酒敬酒 然后跟我讲说 你刚刚就在刚刚 发射了59枚战斧巡运飞弹 射向这个等于说 叙利亚去啊 那你要知道叙利亚 就是跟中国 跟这个俄罗斯最好嘛 所以呢 你在跟我讲这句话的时候 你不是在跟我吓嘛 所以真的是台笑间耶 那这个晚宴 岂不是这样成了鸿门燕嘛 那最尴尬的是 习近平在听完10秒钟后 没有反应 10秒钟后讲的第一句话是 OK 讲到OK这句话 不然不OK 这些飞弹都已经发射出去了 怎么办吧 那你要知道 美国在全世界的这个驱逐舰 还有包括纯盾驱逐舰 还有包括它的潜艇 再最多的飞弹就是 战斧巡运飞弹 而且它每次 比如说波湾战争 它如果要针对大规模的 这个等于发射 一次三百枚全部都出去啊 所以呢 战斧巡运飞弹是 非常可靠的 而且它的这个等于说 妥善率非常高的飞弹 那它卖给了日本 表示什么意思 如果你今天部署在日本的本土 那大概以它的射程 一千三百多公里 大概打到了中国的 东北跟华北一带而已 但是问题是 请问一下 它现在把很多的飞弹 日本部署在什么地方 包括在琉球 丰富岛 与纳国岛这些相关的 电监单位 包括专门雷达电监飞弹 不都在这个地方吗 它如果部署在沿 刚刚讲的这一串 西南珠岛下来 不得了 为什么 因为射程一千三百公里 就直接打到对岸的中国 所有的城市 包括它火箭军所 林立的这些东西 全部打得到 没有一个地方讨得过 董事长 今天全世界的军事新闻 最重要就是 美国将六架的B-52轰大机 放在了澳洲的达尔文港 甚至 它的松树谷 已经是全世界最神秘 也就是最完备的雷达基地 现在还要进行提升 大家觉得 这种备战的味道非常明显 我想有这么严重吗 现在 在放六架的B-52 放在达尔文港 有这么紧 有这么紧张吗 它如果这六架的B-50轰炸机 它可以一次把一个像俄罗斯首都 俄罗斯莫斯科这种地方 全区的整个毁灭掉 因为它有这个核打击人力 这是全世界最强大的这个核打击人力 所以你说那是可以灭国的 当然是 这个已经是末日武器了 这当然是末日武器 不用怀疑它了 但它会不会用是另外一回事 但它展现出来它的核打击的核威胁的人力 放在澳洲 等于做给它的欧美的日韩的盟邦看 我的决心在这边展现出来了 放在这个地方之后 它的长城的投射能力的话 当然不是只有投射到中国 包括俄罗斯在内 所以这个东西已经展现出来 它的一个态度的一个展现 而且决心的展现 这个没有问题了 然后第二个来讲的话 你提到这里面 它有所谓的这种B61核弹 B61-12 12 12 升级第12版 2020年发展出来的 新的这个 就是所谓的B61的 战术型核弹的升级版 那这升级版的 这个作战能力来讲的话 就不只是在轰炸机上面使用 它根本上就是可以在F35上面使用 那这个的打击能力来讲的话 它的精密制导能力 它基本上是GPS来控制的 还有反GPS的力量 这些都是针对最近的 所谓的这个莫斯科所发的言论 而所做的部署 那这个东西来讲的话 但是会不会用这个东西 我想不至于啦 因为按照目前的俄罗斯 跟中国的核打击能力来讲的话 我昨天提过一个概念 它都要经过卫星制导 对 所以美国的太空军 其实可以在 在它发动攻击前 就做有效的拦截的这个 这个工作 就可以把你耳朵打龙眼睛先打虾 先开始就能够做到这一点 所以我认为啦 目前这个部署是属于威慑性的作用 就是说刚刚谈到 这个日本版战斧飞弹 这个有道理 这跟台湾有关系 因为日本 现在你也知道 整个现在的战斧飞弹 有陆基飞弹 对 有陆基飞弹是海军陆弹 对在用的 还有所谓的海射飞弹 还有海鸡飞 还有潜射 还有海鸡飞弹 那这个飞弹 目前是美国 从一百五四十万一颗美金的制造成本 因为讲我的大胆推设 用了台积电的半导体以后 它整个整个的成本大幅度下降 降到现在五十万一颗 五十万一颗飞弹 然后精密制造 能力提高了非常多 然后它的射程 刚刚我再稍微补充一下 我帮这个 我再补充一下 它最高射程可以深层到2800公里 所以日本买的是跟美军同轨 它就是整个都同轨 那中国不就在它的供给范围内了吗 这全部 你看2800公里打哪里 就是中国大概全部都可以 大部分的重要城市都覆盖了 它就打到西安去了 所以说而且它就是 给配备给海军陆战队使用 你看它就是西洋山洞 带着海马士 带着这个战斧飞弹 到任何一个小岛上都可以发动攻击 所以其实是针对的突破 在陆军在突 海军陆战队 来突破解放军的A2AD的 主要的攻击力量 而且你注意看它的能力 它在整个对外解释上来讲的话 它引用了商业科技以后大幅度降低成本 什么叫商业科技 我根本就台积电 台积电 台积电有介入这个东西改造的功能 所以雷神用了台积电的半导体 为什么他们很紧张 说军用的东西用了高级的半导体 然后整个性能提高了非常多 而且这个攻击力量提高了非常多 所以成本降低 攻击力提高好几倍 天下有这种事情 那这个东西来讲 就是科技的一个级别 要下给日本了 但日本当然跟它买 因为这个美日装备变成同轨 全部同轨 所以在这个时候 日本跟它大量采购的话 是合理的事情